以德取利的经商之道 成为夏威村众多茶庄共同信封的理念 这座雄伟的邹氏家祠 在万里茶路开辟的五年之后拔地而起 当时夏威村出现了一大批因茶而服的大家族 一时间茶叶之路带动了整个明北地区的发展 在武夷山著名的收藏家赵勇的藏品中 有几件明北独特的器皿 少至于茶路最新盛的那个年代 这是个小马怪 上面有两个字香茶 就像一匹马在驮着茶 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初茶路开通之后 大量的茶业经营者 通过茶业的运输发展支付 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成功的象征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失散 他沿路恐怕推动了我们运输业的发展 推动了我们餐饮业的发展 推动了我们的住宿业的发展 也推动了其他商品互试互换互役的 这么一种交易的发展 江西河口 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子 因为地处五一茶向北转运的必经之地 而迅速热闹起来 在茶路开辟后短短的十多年间 成为敏干交界的第一大交通枢纽 如今石板路上当年的马车压出的车折 还清晰可见 在他鼎盛的年代 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 摩坚接踵 穿流不息 像河口一样 汉口 齐县 张家口 包头 库轮 茶路沿途的众多城市 因五一茶带来的商机 而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 他们的崛起将影响着随后百年间 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 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 茶路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 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 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 俄罗斯的奇闻异事 都沿着这条茶叶之路传播开来 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 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 近代以来 民北人以开放而具有冒险精神著称 或许这与两百多年前 那条万里茶路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吧 如今在武夷山的很多茶馆 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的客人 在武夷茶传到俄罗斯三百多年后 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 沿着当年的茶路来到武夷山 在武夷茶的诞生地亲自品茶 在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茶香中 似曾相识的东方生活方式 仍然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作为万里茶路历史见证的夏眉村 今天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民村 每天吸引着大量的游人 许多夏眉村的后代 仍然继承了祖先炙售茶叶的生意 不过早已从小店铺 变成了现代化的大工厂 几百年来伴随着茶叶的对外传播 武夷茶的评饮方式 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地方 当时浙江那个大事人 看到武夷茶的课 他就感觉到很可笑 所以他曾经他写诗 笑沙引人如银鸟 为什么